今天来到乌鲁去水池钓鱼 打开背包才发现没带到尼尔盒子 只有一只大婴儿和软胶 只拿到一个婴儿出来钓鱼了 还有一点软胶 可是软胶太轻了 今天要带的比较重型武器 希望有好收获 不然回去拿太浪费时间了 这是我刚买的两节刀 今天准备吃虾 刮生尔就可以开始钓鱼 让我把三小时尔可以吃 太大了 大小时尔盒子 后来做什么 一整个小时尔盒子 这么多的火 小时尔盒子 还吃虾 太小了 大小时尔盒子 不吃虾 很小时尔盒子 太小时尔盒子 这就不吃虾 你来到一项 早上在空气特别清新 哇 一个很大的 第一次 第一次 哇 哇 不错哟 是一只华脸孔雀卢 用大耳得到一只底线不错的华脸 眼睛朋友斑点就是华脸特征 测量下有多长 有55公分 拍照后赶紧把它放回碎里 让它回复活力 不错 下次再来挑战 早上 突然需水池警卫过来 原来过来提醒我们不要站太靠近沟渠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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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又来 来 好 是 好 我 我有点 我买几个人 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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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走啦 这边 接续钓鱼 蛤 包鲜诶 我的 我的耳白白了 蛤 软焦 焦回一个手 灯耳层到底才开始收回来 冲 开始 哇 诶 软了一点点 诶 没有软了一点点 下巴整个打穿啦 哇 哇 漂亮 哇 今天的第二只 这个钳子有点不好啊 这个钳子有点不好啊 因为我看到他夹 弄到那个鱼又很伤啊 太紧了 他叫水塔 他叫水塔 特别人受货 这种钳子有点赚 汤子有点好呀 谢谢观看 这个钳子有点好 真正受货 带他们来去 我来看 这个钳子有点好 还是可以凍 bang 我来看 给你来看看 那你化妥 那你马上瘴 在我大概要没来 你俩会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